大家好我是旭哥波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卡皮巴拉GO 那今天有很多禮拜貌的總整理 因為這個遊戲的換法有點複雜 那大家假如之前有玩過打特攻 有看過旭哥攻略的話 那你應該會換 就是一模一樣的換法 那沒玩過的也沒關係 旭哥這一次手把手就是 詳細的換給大家看 然後後面還有這個總整理 所以大家應該就會換了 好那這邊可以拿到寵物蛋 然後寵物寶箱 寶石開局有沒有一堆寵物蛋 然後一堆寶石這超多的 有沒有鑽石啊這些 給大家看一下可以引到什麼東西 然後金鑰匙就可以拿來抽神裝 寵物蛋然後寵物寶箱 你可以抽這個神寵嘛 寵物寶箱 然後這個傳鑰匙 然後寶石 有沒有大量轉蛋 那這個都是禮包碼兌換 它有寫兌換嘛 這個都是用禮包碼換到超多的 所以旭哥實測是可以用的 還有這個旅行青蛙實裝 隱藏版的神裝 可以免費拿 好 然後這些人就可以拿去抽轉蛋啊 或什麼的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開局拿到這麼多東西啊 真的超屌 這個領了一大堆寵物蛋 255個 會不會到上限 然後還有這個寶箱啊 寶石啊 寶石直接領快3000個寶石 開局 直接領就差不多3000 然後金鑰匙 打特工應該知道金鑰匙是好東西啊 然後這個時裝 這個鑰匙啊 秘傳寶箱的體力 用不完啊 好 最神的攻略 然後最實用的禮包碼兌換 還有這個史上最多組的禮包碼 好幾十組的隱藏版序 都在這一集總整理分享給他 而且有實際換給大家看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 旭哥手優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那旭哥來分享這遊戲 最新最全最多組禮包碼 還有隱藏版的序號 詳細的兌換教學攻略 那麼首先呢 點畫面左上角的這個 人頭 人頭點進來之後呢 會有這個UID嘛 我們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這個UID 這個可以複製起來 接下來呢 就是跟達阿特工兌換的方式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接下來我們到郵件裡面呢 他就有這個禮包碼兌換的網址 然後你點這個GIFT CODE 這個兌換地址 他就可以跳到這個網頁去 或是你也可以直接輸入網頁也可以 那旭哥會提供給大家 會幫大家提供 那 一樣他的這邊 就是輸入你的GAME ID 然後就在複製貼上就可以了 這次比較簡單啦 數字比較少 現在輸入像是禮包碼 CP 666 然後再輸入驗證嘛 就跟那個達阿特工一模一樣啊 反正你就驗證嘛 就找一個輸入這樣 好接下來按這個REDEEM 有一模一樣的兌換方式 好 按YES 它有顯示 Congratulations 然後這個就寄到我們的信箱了 根本就達阿特工啊 這款是不是 他們是同一個公司啊 好接下來就是把它改成 777 根本就達阿特工啊 連這個都一樣 連兌換禮包碼的方式都一樣 也不也不就是進化一下 也要跑到網頁兌換這樣 改成CP777 然後驗證碼輸入 再按REDEEM 這樣YES 嗯 為什麼 是我輸入錯了嗎 看一下 還是那一組可能只能用一次 沒關係 幫大家測試一下 這個驗證碼錯了 反正剛剛有兌換成功就對了 沒關係 我們幫大家測試一下 因為有很多組啦 因為他有一些是 是不是可能只能用一次 因為他的CP系列 那我們測試小寫的好了 小寫的CP666 他有一些幫大家測試一下 驗證碼輸入再按YES 兌換成功 Congratulations 這邊就兌換成功了 然後都到郵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輸入這個大寫的 LUCKY 然後2024 反正兌換的方式就這樣 大家看了一次就會了 然後 就講一次應該就可以了 以前 打透光來講很多次 其實再講一次就可以了 然後 驗證碼輸入 2024 怎麼按 LUCKY LUCKY 2024 大寫了 然後 然後 出力驗證嘛 像旭哥是5079 接著按REDEEM 再按YES 他能顯示 Congratulations 而就表示我們兌換成功了 就是這樣 好那 大小寫的CP系列應該都可以用啦 剛剛旭哥有換一個 888測試是可以的 然後999 小寫的來測試 應該也是可以的 有這邊 Congratulations 大小寫的 因為剛剛有測大寫 那我們小寫可以測這樣 CP999 888也可以 好那接下來輸入小寫的 LUCKY2024 LU CKY2024 那一樣就是驗證碼 剛剛大寫嘛 現在小寫的 驗證碼的輸入 LUCKY2024 按REDEEM 接著按YES 然後顯示 Congratulations 表示我們兌換成功了 這個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跟打特工一模一樣的 這個換法 好那我們換完之後呢 就可以到信件 這個選單點郵件 這邊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禮包碼了 還有實際兌換成功的 大家看到一分鐘前兩分鐘前 這個都是實際兌換成功 這麼多禮包碼 確實是可以換的 換到一堆資源啊 什麼資源 這邊超多 還有這個 邀請函啊 兌換嘛 禮包碼的這個獎勵 Discord獎勵 這邊一大堆禮包碼兌換成功了 所以旭哥是實測是可以使用的 那後面幫大家總整理那個 限時的禮包碼的兌換 的一些 code 然後還有兌換的網址 這樣幫大家總整理 大家也可以看那邊 那不過那邊是限時的 所以 換不到也不要來問旭哥好不好 那個都限時限量的 那幫大家總整理就好了 大家自己看 那旭哥幫大家總整理一下 禮包碼呢 序號在這邊 CP666 然後 大寫的 小寫的 CP666大寫的也可以 然後CP888 那這個都限時限量的 所以大家假如換不到的話 不要來問旭哥啊 就是反正他都限時限量 跟打特供一樣 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同一家公司的 就不知道 反正就是 做法都一模一樣 那也到網頁後來 蠻麻煩的 CP888 然後CP999 這樣 然後 LUCKY2024 LUCKY大寫的2024 小寫2024 現在是ORANGE ORANGE 接下來是這個 KANNA 然後 ASSEN 然後 LI ANG 然後 這個 YOLO IOO 然後 還有 ATU ATU 然後 TSU KI 然後 M LIAO 接下來有這個 CAPYBR CAPYBARA GOGO GOGO 就卡皮巴拉 GOGO CAPYBARA GOGO 然後 DD87878 殺小 好 接下來是YORO1027 還有這個 NICONI NI 這個 史上最多禮包馬總整理 那 旭哥有實際兌換過了 是OK的 那幫大家測試這樣 好 確定沒問題 是可以兌換到的 那都是限時限量 所以幫大家總整理 那大家就是 不能換也不要來問旭哥 這是官方的設定 好不好 就是 時間很短 跟打特工一模一樣的玩法 就是這個 李邦馬的玩法是一樣 就是 時間很短 然後都是限時限量 好 那最新的攻略分享 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我們下一集 攻略見